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号应该是累积下来汽油方面 我们试算了一个结果 应该是调整五点二元 柴油应该调整五点八元 在包机直航的方案中 行政院会从原先以桃园和小港机场 作为优先直航点 在循序开放其他国内机场的计划 最后扩大为开放包括松山 以及花莲等八座机场 我们目前的目标就是 一次八个机场都开放 在大众交通运输方面 也将透过补贴 渴望在半年内不调长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的人 都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搭计程车的 也可以在短期六个月内 不会受到那个影响 行政院会还通过分阶段 投入1200亿的扩大内需方案 冲销油电器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 预估今年度经济成长率 将可提升到4.82% 记者蒋静怡 陈立峰台湾报道 纯纯欲动的油电价格 也让民心浮动 经济部长尹启明 今天首度到立法院备巡 就面对立委的轮番追问 还有立委建议 最好是分阶段调长 避免引起民众过度恐慌 但是尹启明表示 油电动涨是前政府留下的后果 现在只是要回归市场机制 经济部长尹启明上任后 第一次到立法院备巡 就遇上棘手的油电涨价问题 尹启明表示 油电调长势在必行 因为油价动涨半年 中油就已经亏损411亿元 台电的亏损也高达466亿元 如果再不涨价 到今年年底 中油和台电的亏损 都将超过1000亿元 受到油价即将上涨的预期心理 现在有不少民众拿着水桶到加油站 囤积汽油 由立委建议经济部考虑分次调长 避免民众过度恐慌 不过引起民意有所指的表示 油电动涨是前政府留下来的后果 现在只是回归市场机制 我们分次调长 是不是还有机会 请教部长 跟委员报告 如果我分次调长的话 每一次要调长的时候 委员都要拿一个统子 在这个地方再来咨询我 今天为什么大家很关心这件事情 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 原因就是过去动涨的结果 油价到底会涨多少 不论立委怎么追问 引起您口风狠紧 不说就是不说 只表示会依照浮动油价机制 加上汇率因素来计算 现在就等行政院决议之后 油电调长的幅度就会出炉 记者赖说明张子佳台北报道 油电价格到底要调长多少 现在变成了新政府的棘手难题 而国际油价的涨势 却是完全没有缓和的迹象 因为受到美国原油库存量 意外减少的影响 21号在美国 以及今天在亚洲交易的国际油价 每桶已经直逼135美元大关 纽约商品交易所的7月交割 清原油期货 盘中每桶冲上了135.04美元 后来是稍有拉回 以每桶133.17美元收盘 至于今天的亚洲盘交易 盘中每桶已经占上了135.04美元 有分析师认为 除了美国的燃油库存量意外减少 中国的能源需求强劲 这也是带动油价的主要原因 特别是四川大地震之后 灾区需要大量的柴油 用在发电机 也助长了油价的涨势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美元持续疲软 这使得以美元计价的 国际原油价格 是不断的攀升